这个球 我们从这个位置抛过来 从这个出去 它一定是靠我们的跨步去的 跨步去的时候 我们应该来讲 我们的手是不动的 手是不动的 手不要往前去走的 直接合力走出去 你看 像这种球就是要快的 这种球就是快的 快的话 我们以上旋球下旋球为主 千万不要发这种球 发这种球效果不好 很多球迷朋友喜欢发这种球 勾手发球 勾手发球一定要顶穿它 往前顶 一定要快 下旋球也是一样 你看 一定要快 铲过去也可以 我们直接铲过去 也是可以的 你看 对吧 你看 拍头直接铲它过去 直接铲它过去 也是可以的 这个球一定要身体 让我们的手去铲出去 铲出去它就是下旋 而且尽量的话把球发长 发长 发长的话 它就会得到很好的效果 因为我们这样子过去的话是死转的 你只要学会用这样子往下铲的球 这个球是非常转的 越发的时候 力量越发越大 而不是发发这种不出台的 不出台的勾手 威胁对于我们业余来讲的话 你很难发的转 那么不出台的勾手 对于你们来讲的话 它是比较比较难掌握的 尽量的话铲出台 好吧 把这个球发出去 发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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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身体旁边这个地方去出去